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拼競就是反網步 好,今節我們就講一下這個 馬來西亞新首相安華終於上台 今天第一天上班 用光管法 當然啦 等了這麼多年 等了這麼多年 安華有句話,看到那些黃友 聽到 如果用台灣術語就叫多自由 即是 激到跳跳跳跳 什麼事呢 原來安華 他就說 中國是馬來西亞重要的鄰國 將會優先進一步 你記住是優先進一步 在 經貿 投資 文化等等領域 提升 對話關係 還要提升 其實馬來西亞的關係 跟中國一直都不錯 這是現實 但他也懂得 說同時都會增進 跟美國、歐洲國家、印度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關係 這句話就令到那些黃友說 這個人原來是透公的 但是你記得當時 他們的黃友是很支持 希盟的 覺得要變天 是嗎 變天 馬來西亞可以 我們都可以 馬來西亞是一個獨立國家 而且 馬來西亞人的 我覺得 自從19年之後 我覺得馬來西亞人的民主 質素應該比那些黃友好 謝謝 不敢當 不敢當 起碼 你們起碼會不會 好像那樣 不會裝修人 不會 不同政結會裝修人 可以協商解決 雖然有少少 零星的 少少爭執衝突 即是開票那晚 有新聞也有報出來 但是是很零星的 是的 基本上大家都是願意坐下 談 怎樣組合 聯合政府 完全沒有想過 當然不會 大家都是想 馬來西亞好的 是的 大家都愛馬來西亞 是的 不是好像 沒有L愛香港 然後搞三搞四 那你不如不要愛了 然後搞爛了東西 BBQ 那些是很L愛 哈哈哈 之後叫人家制裁香港 就叫很愛香港 哈哈哈 你們有沒有叫人制裁馬西亞 有沒有人 你搞到大家 不能搵食 生活差 沒有意思的 但是現在那些人 就說你阻礙我們搵食 英國又罷工 你阻礙我們搵食 當時又不是這樣說 真的好笑 其實 獲得馬來西亞最高 元首 阿博杜拉 這位 是 委任為新 首相的安華 其實呢 現在他 就是希望 大家都要團結 因為 說真的他做首相 不是一個人的首相 也不是某個政黨首相 是全馬來西亞人的首相 沒錯 他 也舉行了首場記者會 他說新一屆國會 將會在下個月19日開會 除了國會議員宣誓 之外 其實第一項動議 將會是 信任動議投票 安華就說 既然 國民 聯盟主席 前 首相 這個 木尤丁 是 簡稱丁丁 丁丁是嗎 台灣地區是叫木希丁的 不知為何 木希丁也對 因為他最近就改了 他的名字 跟著 祖宗的名字 木喬丁 木希丁 木希丁 其實質疑新政府的合法地位 他 在國會開會時 是 提 信任動議 所以 為了結束對他出任 手上合法性的質疑 當然 你有這個質疑 其實都 挺無謂的 因為 那個 宣誓書 是得到 國家皇宮那邊確認了 有多少個議員 支持他 寫了在一份文件那裡 等國家皇宮確認了 再交給最高元首 跟著就進行 委任的儀式 是 你說 你有那份東西 如果你真的得到 115個 國會議員支持你 做這個首相的話 當時你 遞交給最高元首 就是當時已經確認了 其實木希丁是不是不服氣呢 是的 所以他就 趁國會開會時 提出這個動議 不過這樣說 其實 作用不是那麼大 應該 很難聽地說 象徵性地去抗議下 亦都 可以給安華者這個機會 再展現多一次 他是真的得到 大部分 大多數的 國會議員支持的 這個事實再展現多一次 給你看 不是幫助他 是的 當然安華就說新政府的 施政重點就是 重振經濟穩定政治環境 以確保 馬來西亞國族 和宗教團體之間的和諧關係 他強調 不會容忍貪污腐敗行為 確保 是這個 亮晶 善治 和 是司法獨立 和人民的福祉 並且歡迎其他政黨 聯盟是加入 團結政府 政府會保障各 的權益 安華也說 副首相將會是 國鎮 以及 是 沙勞 政黨聯盟的人選 之後就會公佈 當然 他也說 外交好馬來西亞的 眾國 將會 先一步 在 經貿 投資文化等等的 提升對話關係 所以呢 我看到有些英國的黃人說 原來你這樣的 當年我們撐錯了你 什麼叫撐錯了 當年的議題和現在都不同了 還有 你有票嗎 你可以說 我們 網上撐過你 OK OK 但是 你知道 現在 這個結果當然 因為 安華所在的政黨 就未夠 議席是拿多數的 但是 他的的確他政黨是拿到最多的 所以 其實是表明了大馬人的 民意 是不是 關你們什麼事呢 真心地說 其實安華 都 真的等了幾十年 終於 被任命為馬來西亞的首相 這位政壇老將 經歷了幾十年的 跌檔起伏 兩次是非常接近上位的 他在 老馬 統治時期 其實都是多次被監禁的 而 老馬 謝頓馬 也是安華曾經的導師 兩個人 之間 的關係 可以說是坐過山車 不單止改變了安華的命運 也都改變了馬來西亞的政治 以及 安華 在當中的地位 現年75歲的安華 其實最初是一名 頗有號召力的 學生領袖 他是創辦了馬來西亞 伊斯蘭 青年運動 1982年 出人意料地加入了長期執政的武統 但是 事實都證明了這個如果在政治上其實都是一個 證明的決定 他仕途上 真的好像火箭 坐得很快 擔任多個部長的職位 1993年他就已經成為了敦馬 即是馬哈提爾的 扶手 更加 很早已經被認為是馬哈提爾 即是馬哈提爾的接班人 但是 1997年 亞洲金融風暴之後 兩個人在經濟和 其他的治國理念上發生了衝突 開始就相當緊張關係 1998年9月 安華就被解職 他 領導公眾就抗議馬哈執政 亦都是 有一個 叫做 For more 馬西 這句什麼? 其實 其實就是英文 Reformation 改革馬拉文的意思 是的 其實這是一個運動 大家沒有看到中文名列火物色 是想著 BBQ的東西 不是這個意思 其實這個運動是影響了一代馬來西亞的 民運人士 安華 之後就被捕 在 之後 當然是否認了所有的指控 雖然 在他們宗教當中 正安華之前的那條罪 是很少的 很少 針對安華的案件 亦都被國際社會譴責 他 全部人都說 傳媒 西媒那些都說 老馬特意誣陷他 當然 普遍上都覺得是 莫須有的罪 當時他因為 貪腐被判入獄六年 帶出現了大量的抗爭者 一年之後他又因為一些 某宗教不可做的行為 反假 這個是九年 原來這條罪 在某宗教來說 是更加藏教定義來說 是不容許的 你知道吧 安華 一直 都堅稱這些全部都是抹黑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他 2004年 或者他首相一年之後 原來 馬來西亞 就推翻了 安華的一些裁決 所以 安華 被釋放 安華 獲釋了一個很活躍的主派人士 以及 2008年的時候選舉比喻相當的勁 不過2008年又是 同一條罪 他就說這個是政府再一次 2012年 最高發言又說是缺乏證據 宣告安華無罪 第二年 他領導的反對黨在選舉當中 達到了新高度 那次的選舉 就被 這個 執政聯盟 郭鎮 帶來了有史以來最糟糕的表現 但安華的野心再次受罪 因為 當他準備參加 14年州選舉的時候 他之前被判無罪的判決就被推翻 結果他就被送入監牢 但是 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件 在16年就來到了 安華的前對手也是前老師 也沒有說前老師的事實上真的是曾經他老師 就是魯馬 就宣佈復出 再次割作 首相 當時 已經92歲了 所以大馬sir就不敢說拜登 是的 他對時任 的手上 亦是 曾經魯馬另外一個 也算是徒弟 納吉也算是其中一個徒弟 納吉深陷 一些腐敗事件 所以 魯馬就相當不滿 我的支持者當中 其實 很受歡迎 為了捲土重來 所以魯馬依然 是 和安華真是想不到 是可以協商 當時 出現這一幕的時候 大家都很有信心 因為兩個 那麼多恩恩怨怨的 兩個政壇大佬都可以合作 其他人 覺得這個聯盟就有機會可以贏得到大選 最後來證明了也是 也證明了是 但之後很可惜 因為黨內有些反骨仔 反骨仔就推翻了 執政聯盟 在執政聯盟的政黨裡面分裂了出去 所以令到希盟就不夠票繼續做這個政府 他們就轉向各陣 和他們組織聯合政府 希盟就變回反對黨 所以其實 我覺得也是一個課 叫做 政治一課 明主的課 也令到大馬人清醒了很多 有些時候 太開心的時候 你永遠不知道將來發生什麼事 其實我覺得香港人 尤其是黃友 未有這些 選舉就是這樣的 當然我們經常說政治青蛙就是這種 後來大馬也是厲害的 立即是 立法 不讓政治青蛙載出來 但是 已經辛苦的 因為當時 未有這個跳槽法案的時候 其實跳槽對 不夠票的一方是相當有利的 是的 你跟他談談他就是 是的 很多人就証明 執政黨有一個優勢 他們就可以用各種的利益 去引誘 已經贏了選舉的對家 加入他們的陣營 一起組織政府 整個政治制度就很不公平 所以 經過一大論的討論之後就決定定立這條 反跳槽法 那就沒有了政治青蛙了 哈哈 其實也挺貴的 這麼搞笑的 大馬什麼政治青蛙 原來就是 跳來跳去的意思 就是 卡達 當然當時兩個人可以握手而磨 是沒有人想到的 結果真的很厲害 因為大家都 尤其是安華的支持者 認定是敦馬 搞到他坐牢 但是 與此同時也很 吊詭的一件事 就是令他可以得到蘇丹的特赦 假釋出來的 也是露馬 是的 所以 政治一天都嚴長 而且他們幾十年 是幾十年的政治 真是 想想人生有幾個十年 而青安華也是幾十年浮浮沉沉 100年的時候 這個大馬歷史上第一次 真是政黨輪替 61年 後來 當然就是一個政治青蛙 搞到這樣 因為 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新政府 當時 新政府跨了台 武統就重新掌權 剛才我們說的那位 穆熙丁 就是一個新任的首相 但是 但是 沒有什麼存在感 穆熙丁先生 他不算沒有存在感 他是剛好 奪了權 印好 奪權之後 好壞不壞就遇到19 他奪了權兩個星期之後 就發生 大流行 於是 差不多 整個任期 都是在 封城 解封 封城 又在解封 以及 大量 接種的 日子之中 是 亦都 因為 他在 當時 他的政黨 在執政聯盟 是屬於少數的 經常被郭震那些 逼他 他叫他交出 上圍 所以他撐了 一段時間覺得 不行 如果他們 聯合起來 對我 進行這個不信任動議 真是搞不定 他就想出了一條 好轎 印好 就是 施展這個 因為現在大流行 所以我要進行這個 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但是市民 人民還可以 照常活動 只是不能夠開國會 是 這條轎 厲害 這個厲害 但是 頂到一段時間 終於都是不行 終於都要讓出來 就是給了 伊士邁沙比利 他就真的更加沒有存在感 雖然他 上任不久 疫情也差不多 受控 就可以逐步 真的逐步解封了 沒有再封城了 其實我覺得 伊士邁沙 好像 公園的叔叔 沒有什麼存在感 真的沒有什麼存在感 他有兩件事 我也說說 等幫友 聽聽 他是 相隔很多年之後 第一位在聯合國大會 用純正馬拉文發言的大馬首相 以往都是用英文 所以有人說他愛語能力很一般 另外一個 他之前做 副首相 和做 首相的 那段時間 經常出來演講 發言 他的衣著相當之良麗 經常會穿一些名牌衣 還有這些色彩特出的 傳統服裝 即八的衣 都引起大家的話題 只有這些 正經的東西 好像沒有什麼 其實老馬的學歷當然好 醫生 也是世界名牌大學之一 新加坡國立大學畢業 所以 事實上 你說 是比剛才我們說的那兩位 安華隊相的兩位 手上 沒有什麼存在感 那兩位 老馬是厲害很多的 這個都是熱力 這個你不能否認 所以 這個 始終 我其實也是很尊敬敦馬的 但是他始終年紀 不適合再做領導人 是的 是的 沒錯 當然希望 有新的領導層 有一個新面貌 其實 安華做事 也是走回馬來西亞那條路 他說和中國保持很好的關係 亦不會 跟 西方或者跟其他 國家撐得行一行 所以 你知道 政治就是這樣 不是好像他們這樣說 為了媽媽普世價值 不同什麼 建家不同的人做朋友 有沒有這些東西 不要特地笑 我們不是軟仔 哈哈哈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